孙鹏赴美就此国光帮及切割关系不停了。狄鹰假老公喊话想报30年恩情不能坐直不管。 孙鹏与狄鹰为了成功将孩子从美国救出,船出请了王牌律师烧了大笔金钱,船已经脱手1.3亿房产与律师展开攻防战。 孙鹏一开始攻称只有子弹,狄鹰甚至护子子弹是我们买他的。 之后孙鹏的Home Ma坦成替孙鹏藏逆枪之极1600发子弹,让狄鹰与孙鹏也陷入了作伪症的危机。 根据苹果新闻报道,孙安佐遭逮捕事件爆发后,孙鹏的好友妥宗康等人原本都出面替孙安佐喊话他很乖,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 只不过他开了一场太大玩笑,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,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,不过现在正局一渐渐地揭发,尤其警方又证实孙安佐有买枪之极子弹后,昔日好友都突然晋升切割关系。 托宗康原本第一面出面袒护孙鹏与狄鹰,但之后再也不愿发表评论,对于孙鹏与狄鹰是否面临买房舅子,他只低调地说关于孙鹏的事情就不会再回应了。 而绍兮则说不可能吧,你们不要听人乱讲,我也没听过。 孙鹏的好友去纵横亦是关机不接电话。 而狄鹰假老公杨怀民则痛心地说与狄鹰有三十年交情,当初与狄鹰一起演出歌仔戏,狄鹰帮了他许多的忙。 现在狄鹰面临这么严重状况,他觉得他不能坐直不管,心痛喊话现在暂时联络不到他们,不过他们若有需要我会尽量帮助。 今天马之勤马子也打来说,有国内律师愿意帮忙,但联络不到狄鹰也是没办法,虽然我近年都跟大成莉莉忙着狗收入有限,不过他只要一开口,我绝对会帮忙。 有网友认为,昔日国光帮好友都晋升切割关系,可能是因为怕多说多错。 网友也认为孙鹏周遭的人不宜再多发表看法,毕竟现在案情已经即将进入司法程序,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整个案情发展,若多说话互好友可能招待。 后来舆论热祸上身,支持孙鹏好友切割关系,毕竟自保才是最重要的。 也难怪会切割关系啊?毕竟这是别人家务实又特别敏感,来就不太该发表太多意见。